哈喽大家好 今天要为大家讲的一道菜叫 公报虾仁 首先我们要准备一些干辣椒 这些干辣椒一定要剪断 因为在炒的时候辣味才会出来 下面呢我们要进行准备的是花生 公报的东西最不能少的就是花生了 我们用这么大的火然后放一点油 把花生放进去翻炒 然后呢一直炒到花生的皮已经脱落了 花生就好了 好了现在准备烧油 准备炒这道菜大火 用大火先烧油 同样的我们烧到整个油锅已经开始冒烟了 这个油差不多就烧好了 现在呢干辣椒还不是特别多 不是特别够 所以呢我们还要再加一点 加一点干辣椒进去 下面第二个重要的是花椒 差不多就放这么多 大家平时吃到的公报鸡丁应该是最有名的 应该还没有吃过公报虾仁对不对 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呃呃 제를教大家一下 其实公报呢只是,嗯 创菜的一种烹饪方式 嗯,所以呢 可以公报仇人 公报鸡丁 公报你一切想公报的东西都可以 好现在大家已经看到了 锅里面已经放了姜和干辣椒和花椒 先这样爆炒 爆炒到干辣椒已经变色了 然后开始放虾仁进行翻炒 可能大概进行翻炒到一两分钟的时候 然后我们就可以放下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就是青笋 你会发现公报的东西里面都一定会有 花生、青笋、干辣椒和花椒 这四个东西是最重要的 好了炒到虾仁差不多快好了 我们就要放葱段 这个是很重要的 因为葱的香味对这道菜影响也很大 好了当这道菜炒得差不多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放盐 进行调味 然后放一点糖 白糖 白糖哦 在川菜里面放一些糖调味 是可以做到让菜的味道会更鲜美 好 把味道调得差不多了以后 我们开始放花生 好了再翻炒一下花生 这道菜就好了 新鲜美味的公报虾仁就做好啦 大家看看是不是很香呀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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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